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然是刘亚楼 刘亚楼在担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时 还兼任东北航校校长 1949年2月下旬 他针对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 提出航校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加作战 3月17日 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军委航空局 由刘亚楼确定了领导人选 鉴于渡江战役之后 还要解放台湾 7月 党中央决定组建空军 并指定由刘亚楼负责 并提出主要领导干部人选 8月12日 党中央决定由刘亚楼 担任空军司令员 正式任命于10月25日 对外发布 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 长达16年之久 他为空军建设 被口心沥血致死不忘 1964年11月 刘亚楼硬肝病 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治疗小组检查后 决定采取乙保肝 护皮 补血等治疗措施 并要求刘亚楼充分休息 然而 工作人员回忆 拼搏了几十年的刘亚楼 在病情沉重乃至弥留之际 头脑里想念的一直是空军的工作 刘亚楼直到去世前 还召见干部 安排空军的工作 他去世后 罗瑞卿说 他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二兵团司令员萧敬光 则成为了海军司令员 他于1950年1月12日 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的 2月 他从湖南来到北京 开始组建工作 4月海军领导机关宣布成立 萧敬光使人民海军的开拓者 宋任琼上将称 他与海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 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 便完成了海军的创建任务 至1956年 先后建立了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青岛基地 旅顺基地 战斗力量从空中到海上 从水面到水下 从海岛到海岸 初步形成了防御体系 并且在边组建边战斗的过程中 与陆空军配合 收复了出台 鹏 金 马外的沿海和道雨 新中国的海军从五到有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全国人民为之振奋 萧敬光担任海军司令员30年 创造了一个记录 为世界海军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司令 海军副司令员杨国瑜说 我在海军工作的40年中 给我印象最深 影响最大的 就是老司令员萧敬光同志 海军副司令员马忠泉说 我由陆军到海军后 在萧敬光领导下 工作了整整28年 1989年3月 萧敬光去世 到辞称 他为人民海军从五到有 从小到大 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训 萧敬光去世后 按照他的遗愿 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大海之中 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也成为了一员威震天下的名将 1950年 邓华率领十五兵团解放海南岛后 六月回到广州 七月调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并率部开赴东北 组建东北边防军 十月八日 他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 担任彭德怀的助手 在朝鲜 他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 被彭德怀称为 是个好帮手 四个司令员 在新中国成立后 只有程子华离开军队 去了地方 担任省委书记 四人中 最先离世的是刘亚楼上将 于1965年5月去世 最后离世的是程子华 于1991年3月去世 萧敬光是1989年3月去世 是十大将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四人中 只有程子华没有授贤 萧敬光为大将 刘亚楼和邓华均为上将 有两人官至副国籍 萧敬光 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程子华担任全国政侠副主席 还出了一位国防部副部长 刘亚楼 一位副董参谋长邓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